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K 那好 那先不看到 我们回来 现在我先说 就说我要给你发通信 我要给你写信 可不可以 比如说 你想要约某个女神出去工计晚餐 这个时候你是不是总得 得去发书邀请 或者说要给他发送信息 这个信息可以是 这个面对面 把它从班机里揪出来 你过来 那你往上走 是吧 但是这样去做的话 被删两个大嘴巴可能会比较好 然后呢 有些人可能也不一定敢 是吧 所以我跟你说 追女孩子一定要脸皮厚 就是说第一不要脸第二 坚持不要脸第三 还是坚持不要脸 这才行 你们有女朋友吗 可能有些理由 但是绝大多数人是不是都没有 多学了点 那啥 那我单身去交流 我是不是觉得很不好意思 那我是不是要发一个电子有件 或者说发手机发QQ 对吧 手机里面可能还要牵扯更多的 他因为牵扯这种电信的特殊 那我们就说电子邮件了 好吧 那现在 咱应用层了干嘛 我说了应用层是不是给用户服务的 那我要发送电子邮件怎么办 我是不是要去打开一个写邮件的这样一个软件 软件可以是什么 可以是中端的客户端软件 比如说奥特洛克 那个 firework 这种东西 我不知道你有用过吗 奥特洛克 啊 奥特洛克用过吗 有 有 有 在这里 是不是有 去哪 我还真找不到 这 对吧 但是这个东西要用啊 你要配一下 把你的油箱信息 是不是写的一件 很多人不会配 很多人都不会配 那 这种情况下 他是不是就不能用 因为他不知道收发谁的油箱 能听吗 那暂时我们可以干嘛 浏览器吧 啊 打开网页版的油箱 可以吗 我说了 这个奥特洛克 是不是就是CS结构 啊 这是不是CS啊 我要先下载客户端 然后是不是连接远程服器端 CS的好处是啊 主体程序都在我这儿 它的信件 不会丢失 在我本地是不是全部都有保存 啊 但是缺点 用户是能做一定配置 我不知道你们配过他们 配过吗 啊 在里面要配啥 可不是啊 在这里面主要配的东西是 泡沫三气纸和SMPT记纸 这块如果写错了 你的邮件无法接收 这个哪来的 哪来的 各位 各位 我如果写的是我们的邮箱 对吧 你通过网页版打开这个邮箱 里面有一个帮助信息 去找 都有 163个星浪的全都有 那样子就有 帮助信息里面它就有 告诉你怎么配奥特洛克 这里面就会告诉你这块怎么写 一般写的都是什么 比如说我是那个 我是这个 Lambrother的 是吧 lamp.net 就写成这样 但是我说 这个不是一定的 因为我说过 这是二级域名 一级域名是全球一样的 但是三级域名哪来的 Lambrother这个网站 或者这个邮箱 它说自己听你的 它有可能是叫泡沙 它是不是也有可能解写成泡沙 明白 换句话说 我是不是一定得去查一下 才能知道 明白了 在它的那个网页版里有说明 写得很清楚 照来写 把它两个都写完 点下一个确定 然后就可以发送了 你们知道吗 好处 是吗 主体程序是不是在我本纪 然后呢 所有的邮件 是不是在我本纪 都有预本这个副委 不会导致福西藏脚歌 我的邮件全部优势 听懂了 确定 麻烦吧 你们只要那多数人 可能都是基酸基专业的 那么 你们是不是都不一定用过这个东西 没错吗 那对普通用户来讲 是不是它用起来更麻烦 你们听懂 那 还有另外一种方法是什么 通过0.7吧 打开是不是直接用 那这是不是就是BS结果 好处 好处 简单吧 任何人是不是都可以用 注册的用户的运法 是不是登陆就可以使用了 确定 数据是不是在对方服务器 第一有可能丢 第二有可能泄漏 都是有问题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什么 这种客户端有一个重要的功能 叫做实时邮件提醒 啥意思 你只要注册完成 放在这 然后呢 把它最小话放在这里 它只要来邮件 就会弹出信息 方便你干嘛 随时交流 能不能 但是网页反对于邮件 现在是不是也在自动刷新 但有个前将链 网页是在开的 关了是不是就没有 能不能说什么 还是这种 其实 如果你们是办公的话 在办公环境下 一般都要用奥特路可费式的文件 听懂吗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那好 那我们现在说 不管是用什么 我不管是用奥特路 还是用网页 我现在是不是 把应用层的程序打开了 然后我是不是开个写路 有无限内容 那比如说 亲爱的女生 今晚能够出去吃个饭吗 然后 这个 我等着你之类的 反正说点落马的话 对吧 然后这个时候 就OK了 自我感觉良好 是不是要把算发送了 能听懂 那我只要点发送 各位 这个数据 就会从应用层 往下层开始存放 比如说 你们所做的 所有的操作 都在应用层 圣语这些层的操作 对你们来讲 都是有层的 看不到 明白 那好 数据 传记到了表示层之后 表示层 看共鸣思议是什么 数据表示吧 啥意思 你们写的邮件是什么 汉字 英文 声音 图片 对吧 计算机认识是什么 计算机认识的是什么 二行字 那也就是说 它是不是需要把它 这个传输数据 从文字翻译成为什么 二行字吧 那在哪一层完成翻译呢 这个 表示层 听懂我说什么 而且 表示层 不光可以完成数据的表示 还可以进行 比如说 你如果要压缩 它也是在压表示层完成 听懂了 听懂了 如果你要加密 它也是在表示层完成 加过去吗 加过去吗 我再回来说 记得提醒我 我要说加密 不要提醒我 听懂了 好了 那现在 我写的这后邮件 在表示层 是不是就进行了翻译 变成什么 二行字吧 啊 是不是变成了一个二行字 然后 现在数据干嘛 传到揮发层 然后 各位 在揮发层在干嘛 他最主要的工作是判断 你当前数据 是否要进行远程绘画 啥意思 我写的 有没有可能是一封 是一个握的文章 是吗 是吧 我这个时候 一旦点保存 数据 我只要点完保存 数据是不是也会从利用层 传到着实层 啊 然后是不是进行二进制翻译 翻译完之后 数据传到哪儿 是不是规划层 规划层 规划层 这时候它是一判断 我写的是一个莫的文章 那么 它需要进行网络发送吗 不用嘛 所以数据包干嘛 不会再向下层统计 能听懂 啊 而是直接干嘛 找硬盘是往里写就行了 明白的说什么 啊 规划层是不是用来控制 我是否需要进行远程规划 还是直接在本地层层 听懂吗 听懂了 但如果我写的不是我的 而是什么 邮件 那这个时候 到规划层它会干嘛 判断 这是一个网络传击 需要向网络当中发送 那这时候怎么办 它是不是就把它传递到了传输层 可能是吗 啊 那 在传输层需要判断的是什么 各位 在传输层主要要判断的功能是 第一个功能 它要判断我的数据发送协议 我们有两个数据可选发送协议 我不知道你们知道 讲过了 第一个是 TCP 第二个是 UDP 我说它们有什么区别 记得吗 TCP是这样 计算机A 给计算机B发送数据之前 它是不是要先在 你在吗 它是不是要说 我在 然后呢 它要说 我要给你传信完 然后数据时候才能发过去 啊 对吧 那UDP是啥 计算机A在这 计算机B在这 管你在不在 是不是数据直接给你 啊 TCP像 打电话 UDP像 发转信 OK 那 也就是说 我的数据一旦到了传输层 我要在遵守做了工作 第一个干嘛 干嘛 判断传输协议了 我这个协议各代 传输协议 其实不是传输层确定的 而是什么 你写的这个邮件 是什么 你比如说 我写的是邮件 它就是TCP 你要写的是一个QQ 数据一点发送 它就是默认 它就是写QQ程序的人选择的 我使用的是UDP形 就是说 开发这个程序的人 事先选好 明白 到这一层之后 它直接干嘛 该调用TCP就调用TCP 该调用UDP就调用UDP 它直接调用 听懂了 我说什么 听懂了 那邮件是不是就是 写邮件程序 或者说 写邮件协议的人 决定了 它什么是TCP 听懂了 同时 我说了 它现在是不是还要判断端口 是不是还要判断端口 端口 讲过了吗 什么是端口 什么是端口 咱有说过了 IP地址 是不是找到这一台服务器的标证 你只要知道我来新手机找到我 但是我身上有可能是搭了十多 你要找到我之后 是不是要通过确定 我要给哪一个服务 给你提供服务 对吧 那怎么来标升服务呢 靠的是什么 端口 那理论上来说 只要数据要在老国当中发送 它都必须有端口做支撑 都在有端口存在 听懂了 那好 那这个时候 我刚刚假设 举例的内容是什么 邮件吧 那么邮件的端口也是 写邮件这个协议的人 就已经决定了 他们已经决定了 如果发送的信件 采用的是TCP的25端口 而接收信件写的是TCP的110端口 默认情况还是一样 听懂吧 那各位看啊 我的数据 最开始我写的信是不是就这么长 对吧 那它是不是就会传到这里 把它翻译成为二经证 能听懂 然后 会把它再发送到这里 它只判断这个数据要不要对待广播 对待传输 能听懂 那如果需要传输 它是不是把它就干嘛 是不是就交到这一层 但是 传输层需要的 它需要在这一个数据 原始数据之上 加入这一层的信息 也就是说 它需要把这个地方 再写一部分的信息 这些信息主要是什么 第一 是不是要写清楚我的传输协议 第二 是不是要写清楚发送和接收的灯口 能听懂 是什么 也就是说 到了传输层之后 数据是不是就增长了 增长了吧 好了 写完之后呢 这个数据干嘛 是不是传给了网络层 那网络层拿到的数据 是不是就已经比 刚刚 原始数据干嘛 要大了吧 大了吧 这时候 咱网络层干嘛 它伏价干嘛 用来确定IP地址 但是 传输层层 传输层是不是用来 确定协议和装口号 而网络层用来干嘛 确定IP地址 那我们说 发信呢 其算机通信 是不是得有圆 是不是也该有什么 目标吧 那 原IP和目标IP都会干嘛 是不是写在 它是不是也会在这里 加入它的信息 它的量 是不是又什么样 看到了 看到了 那 数据光是不是就发送给它了 你听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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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拿到的数据光 是不是就更大了 看到了 但是 在数据链路头 最主要的工作是 确定MAP地址 我讲过了 IP地址是用来确定 网络传输的 在互联网当中传输的 而MAP地址是用来确定的 在局域网络的数据传输 所以 在传输数据量层 是不是还要写入 没有 我的发送的 原MAP地址 和接收者的目标量 数据是不是又增长了 最终 传给这个物理层 需要发送的数据 是不是 在原始数据之上 多了一些 能听懂 各位 这样的数据 我们才叫做数据光 也就是说 它是要写入 对峻的一些相对的信息 然后 中手机的格式 然后 是才能继续发送 这才是一个完整数据光 能听懂 那好 数据光现在 传到了对方 接收了 比特 比特 往物理层 是不是只负责接收 接收完之后呢 数据 是不是传递到了 物理层 这个数据量层 到数据量层之后 他只认识 对方 就是 数据量层 这一段数据 其他的数据 他都不认识 他都不理解 能听懂 那他就干嘛 把数据量层 这段数据拆下来 寻找 然后在里面分析 分析什么 物理要外科技指 是不是我 能听懂 如果不是我 对不起 如果是我 把适余的数据干嘛 发到上一层 能听懂 你说什么 到这层 同样 网络层 是不是只认识自己的 这一段数据 他开始把这一段数据拆下 判断什么 来判断 目标一些是不是 如果是我 我是不是就继续向上反对 如果不是我 对不起 能听懂 他说什么 能听懂 那一旦是我确定 数据是不是就传到了传说层 传说层 传说层是不是也把自己的数据拆掉 拆掉办法 判断什么 第一 判断协议 第二 判断交口 他一看 目标本口是110 证明这个协议的办法 交给文件服务性质来处理 您当时说什么 人关口 目标关口 是不是就干这个了 是不是就干这个了 他是不是要把它交给什么 IP是不是确定 是不是交给我这台计算机 端口 是不是用来确定 我交给这台计算机上的哪一个服务 来解释 明白 那现在他一看目标关口是110 他就怎么办 交给更新的服务 同时呢 数据是不是在服务上面 是不是也会把它传给谁 规划层 那这时候 先收到规划层 就没有特殊功能了 发送的时候 规划层是不是用来判断 这个数据包要不要进行保罗发送 如果不用是不是直接存统 如果用 是不是就交给下一层来传进 听懂了 听懂了 那现在规划层是不是就直接把数据干嘛 交给表示什么 是吧 表示什么就看到了 是吧 你写的是文字 它是不是就把它从二星制 反翻译成为中文护士经文 如果你写的是图片 诶 文字图片 是不是都有它的变方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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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文件 那個這個是不是還有什麼 AVI 那個NMP3 NMP4 是吧 那這些東西是什麼 是不是都在標稱它的編碼格式 能聽懂 只有有堆印的這種編碼 寫編碼格式 我才能播放你的內容 明白 那如果是文字圖片 是不是全部都給它翻譯成原始書具 然後幹嘛 同一个运动层 也就是说 对方的客户们 拿它的浏览器 或者是outlook 是不是就能看到这种邮件的内容 听懂了 这是一个邮件发送过程 能理解吗 能理解 那我们再举一个简单的 更简单的例子 我发的不是电影信 我要写一封信 你们还写过信吗 你们不会从小到大都没写过信吗 小时候多 好吧 我们不是一个时代的人 那借过写信吗 借包裹总借过 借过了 那好 我现在要给我发一封包裹 对吧 比如说 你们在家里碰到点好吃的想要记得我 那这时候怎么办 首先 我是不是要到邮局去进行包裹打光 封锁 容金龙 把我要写的内容 是不是都放在这个包裹里 然后呢 然后呢 你写完之后呢 是不是数据投机给了对方 这个时候 对方要判断你的这个数据的内容 比如说 是不是人性质 你寄个毒品过来 这可能不行 对不对 对不对 然后呢 是不是人性质 哎 你要是寄个什么玻璃的这些东西 或者电脑这些东西 是比较可能有单独的程序来走 明白 它是要判断你的内容 然后是不是到这里 要确定 这封信是进到哪了 是在本市人峰 还是去建了外城 还是进到德外 对吧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你是不是还要干嘛 在这里是不是写清楚收件人 啊 哎 光写收件历史不行 比如说我要记信写的 本京市昌军区 荒农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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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兄弟联盟 对吧 你光写这个地址 它能找到这儿 但是能找到你吗 嗯 你要干嘛 写多种号码 啊 人说是不是要写收件人 写完收件人之后 是不是要写 详细地址吧 啊 写完详细地址 你还要写什么 游编吧 现在基本上是不是 不计靠游编了 就像麦克地址一样 它是不是最具有的生效 但其实游编对我来讲 其实都是可以口误的 不写的话 明白 最终这些东西都写好了 然后 通过航空 或者物理 或者寝入 或者是公路 甚至就开始发送 然后 书去传到对方邮局 它是不是先要放在邮件 没有问题 这时候找到你的地址 然后找到你的收件人 然后拆开包裹 然后看看里面的东西是什么 最后发现 哇 你能给我记得个充气完了 哎 哎 这时候就得到给你们出去 听说什么 哎 我说啊 我们实际上使用一种非常感觉很高端很深奥的技术 其实跟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是非常相近的 原因是 它都是一个较为高效的一样的处处 所以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人来开发的 都是人开发的 所以 它一定会跟我们实际生活的那种东西都差不多 明白 只是 你们要去发现它 你们 听懂了吗 这回听懂了吗 我在讲数据的发送和接收过程 OK 这是Y算法型最主要的东西 有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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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听吗 各位 这个东西 取得这种例子 我实在是把它写不到这里 太麻烦了 你们有兴趣的话 客户按照我们的路纯自己来写 好吧 如果没有兴趣的话 把这些东西记下来也行 我是不是每一层的工作我都写了 啊 刚刚那些例子如果把它全写下来 太长了 实在是比较麻烦了 看你们自己吧 愿意的话写一下 各位 听懂了吧 我说的例子 我讲了一个实际发送邮件 和一个发送电子邮件的例子 OK 这样子的例子 是不是新属于我们这个东西了 听懂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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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